前段时间关于微博之夜上谈见次直播镜头里出现姊妹的事 可是高兴坏了我们子谈CP粉呀 这镜头可是咱们谈个蓄谋已久的呀 不信咱们来看 他在选完数字后 开始了边走边走不右看的模式 看到弟弟在浅浅地打了个招呼 就赶紧走了 请注意 这次红坦他是要和弟弟一起走的 可是看他那样子摆明了 自己还有下一站呀 知道自己走红坦在姊妹之前 自己也是匆忙赶来走红坦 招呼也没顾上和姊妹打一个 这怎么能行呢 那必然逮在自己走红坦之前见到姊妹呀 我去哪儿我去哪儿 看他眼睛左右来回乱瞟 就知道他肯定是在找人了 可是从这里开始 他的眼睛突然直直地看了过去 显然要找的人就在前方呀 是谁呢 哎 好巧啊 当然是咱们姊妹了 搞笑的是这哥还来了句好巧 咱就是说这真的好巧吗 听这声工作人员真的是很着急了 好想问一句 谭哥 你还知道和你一起走红坦的是谁吗 对对对 太可爱了 请记住走红坦时 咱们谭哥的表情 那就是一朵太阳花 见人就笑 不用说就知道他高兴得很了 刚进那场也是射牛达人 这表情也是十分在线呀 但是当他看到姊妹和王嘉尔在那聊天的时候 笑容怎么就看不到了呢 记得你之前挺爱笑的呀 而且还喜欢刺个牙在那傻乐 明白 原来笑容不会消失 她是会转移的呀 还记得你和姊妹在那开心拍照的时候 王嘉尔在那里干嘛嘛 一脸的无奈看着你俩在那大秀特秀 不久之后和姊妹高兴聊天的人变成了王嘉尔 自己成了目睹这一切的人 瞧着直挺挺的搏根子 一刻也没有松下来 笑容 笑容